到底要怎麼取啊 那其實只是因為最近剛好被人推坑 研究阿康瑪拉托索 那為什麼我用這個計畫呢 其實是因為有一個網秀 他在那個斯凱博士會議上面 就剛好提到有個東西叫做阿康瑪拉托索 這是一個南非的用語 他的意思是好啊 那個什麼在講 然後剛好就有一個 那個執法院的代表就說 那個委員大家好 然後他就 他提到就是阿康瑪拉托索這個格式 反正就是有人提到這個格式 所以就被推去研究一下 然後他其實有一個非常完整的網站 然後這是一個 這其實是一個 當初為了非洲議會的一個計畫 訂出來的一個格式 後來成為法律和法律議案 會議紀錄 然後公報 以及司法的判決裁判 這些東西的一個資料格式 那他其實有這個東西 然後九十頁法這樣 二十三萬字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就很猶豫到底要不要翻譯他這樣子 那目前進度是因為 本來要處理那個判決書的部分 然後因為判決書會引用到民法 會引用到各種法律 所以我就想先嘗試 把部分的那個民法轉譯過去 那目前其實他有放在KIST上面 然後他其實長得就像這個樣子 很多 那他其實有很多問題是還需要處理的 比如說像是這個一讀 二讀三讀 其實他們有first reading 然後second reading third reading 但是到底要用二讀中文還是要用英文呢 然後後面的要用立法院 還是要用legislator院 這其實是我覺得還需要有機會 需要跟在場的大家有機會再討論一下 那其實目前這個文件其實我也有分的部分 放在上面這樣子 那目前需要做的工作其實是 第一個是 我好像不敢按理他 對不起 需要先翻譯文件 然後製作成是自動轉換肉依網的東西 來轉換管和討論一些記錄細節 所以他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我實在想用幾句簡單的話讓大家了解 但是幾句簡單的話實在無法做這個問題 所以說過誰不如跑斷腿做就對了 那盡情期待一下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